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男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说啊两个事情啊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中国发布稀土管理条令 呃国务院组领李强的亲自签署国际媒体关注 牢牢掌握战略支援 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台资企业撤离大陆 让中国大陆啊啊经济啊就是说陷入到倒霉状态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要进行事实观察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中国发布稀土管理条令 国际媒体关注牢牢掌握战略资源 如今稀土资源在全球科技发展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日前中方公布稀土管理条令 明确稀土归国家所有 国家对稀土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 自24年10月1日起实施 这一消息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中方在产名条例出台背景时强调 中国稀土管理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包括整治非法开采或非法冶烈分离 无指标或超指标生产 买卖非法稀土产品等违法行为的手段不足 处罚力度不够等 路透社以及德国民进周刊认为 中方通过此次发布的条令 在稀土开采野猎和流程等领域制定法规 是为了在国家安全层面高度来保护稀土供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日经亚洲也分析认为 中方出台条令皆在牢牢掌控稀土这项战略资源 保护其重要的工业金属储备 据悉此次出台的条令第共32条 主要规定了明确工作原则 加强稀土资源保护 健全稀土管理体制 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稀土全产业链监管体系 明确监管管理措施和法律责任 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 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 就说这个稀土的管理 这个稀土呢 中国确实 现在是一定要全方位的给它管理好 以前什么听说什么日本那些年在中国 搞这个稀土 什么在东京 海下 对吧 藏了很多这个稀土了 已经不缺这个稀土了 这种话 完全全就是胡说八道扯淡的话 这就是银麻思 银麻思维 永远都是日本银麻了 美国银麻了 所以我说过这一次打击这个 所谓在网上 这些公司自发的 没有国家红头文件的 自发的去打击什么反对网上 什么仇日 什么言论 在网上积极支持和维护这种 公司条令的这种人 就是我说 就是那种知性难改的那种人 对吧 老是喜欢这个国家 喜欢那个国家 人家喜欢你嘛 对不对 而且我也说过 中国的制裁 尤其在今天讲究这个高科技的 这个背景之下 西方对中国搞技术铁木 我们的这个稀土 就是牢牢空在自己手里面 为什么国家说 有些地方还在非法盗采开采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还在盗采开采 这些人的稀土是卖给谁呀 不就是卖给 偷偷卖给西方吗 走私出而去吗 毕竟中国的海岸线是很长的 这个稀土 你这个 你海关进出口的东西 你又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去查 甚至还有些腐败的一些人员 把这些稀土直接给弄到海外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意链条 怎么回来会存在盗采开采 非法演烈这种事情呢 所以有些知性难改的人 他就是这个屌样 见钱掩开 钱是大于国家的 国家翻个屁 这就是跟西方很多的公司企业家 有本质的区别 我说过 人家从俄罗斯撤退 他们去统一阵线全部撤 不要了 虽然有的现在这个里面 现在感觉 卧槽 还是心痒痒的要回去 但是大部分他是不回的 但是西方 同样的 他也是通过暗地里 在这样进行这种生意 也是存在的 但是你中国呢 这种国家级的战略资源 国家现在管控这么严格 还有的人在那里顶风作案 对吧 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产品 是可以限制住 他们的生产和他们的科研的 限制住他们的武器的质量呢 这种东西 我为什么要卖给老美呢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金属梯一样的 在和在湖南的这个啊 对吧 那边这个生产的安化 那个地方出来的啊 为什么要卖给老美 我缺这点钱吗 我自己留给自己用 不行吗 所以说现在 李强亲自签署这份管理办法 就是要 堵住每一个环节 不让西方去使用 不让西方有机会获得中国的稀土 我们有一个稀土能够制裁他们 朋友们 我们就够了 啊 他们就能够明白 你天天给我新闻里吹那么多牛逼 格林兰岛发现稀土了 挪威的北部发现稀土矿藏了 美国发现稀土矿藏了 蒙古国要卖给美国稀土了 越南要让美国来开采稀土了 没有任何意义 你那个技术就是不达标 这东西就奇了怪了 你说西方嘛 这么这么屌 他就是搞不出来这这套 啊 程序 啊 对不对 如果他能搞出来这套程序 这套流程 这套公益 他宁愿违反 连这个 知识产权管理管理法 他也要这样子去开采 因为他能够开采出来 他就掌握了上中下游 尤其在晶片这些领域 尖端武器这一块 上中下游 他全都掌握了 他现在上游掌握不了 上游空了在我们手里面 所以说中国为什么不停地在制裁落马公司 制裁落马公司就够了 很多人都不明白 哎呀 怎么 我们不能像美国一样扩大制裁 我们只制裁落马公司就够了 因为落马是替美国 在研究高超音速导弹 在制造这个F-35这些战斗机 尖端武器都是他生产的 美国作为一个海盗型国家 他如果说海盗船上的大炮 他不管用了 那他拿这些冷兵器 他顶着没用啊 所以说就制裁他 这个就够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汉奸在这个地方 偷采盗采 偷偷地演练 要挣大钞票 而且这个西图 这个东西你总是出去 卖给西方是挣大票了 他们为这个西图 可以花很大的代价去购买 所以说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而且必须要 要这个这个死命的这个打击 死死的打击这些人 好吧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简单的说一说 所以说中国对西图的管理 是顶格了 对吧 这个就是国家控制 就是纯粹收归国有 这个是应该的 国有企业就是应该干这种事 战略性的事情临动 其他的一些领域 你中共现在如果觉得经济不太好了 你这次三中全会 就是应该什么 放开民营经济 把你有些民营企业 进入的一些行业 全部都给他放开 让民营企业可以进来 增加这个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 但是有些关键的领域 你就控制在国有企业所有里面 这个是有必要的 现在中共不是由西图 走公司吗 好吧 所以这件事情 也可以证明 为什么会引起外媒的关注 因为外媒确实 外媒确实没有办法 很好的 去利用这个西图 开采这个西图 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的制裁是有成效的 再一个 台商撤离冲击中国经济 也令中共尴尬 出于和美国 欧洲 日本等国跨国企业 大致相同的原因 台湾商业界也在采取步骤 使投资贸易和采购 从中国大陆转向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一些台湾投资 甚至流向美国 因为中国经济疲乱 现在面临失去台商 数十年来的投资和支持 可谓雪上架霜 不仅如此 也令中国对台湾立场 更加尴尬 跨国企业和中国脱钩的原因 大致相同 中国作为制造业 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在 疫情期间的断货 以及北京长期清零政策 清零政策导致 很大程度上 打击外企对外信心 与此同时 北京最近对所谓 国家安全的痴迷 使中共比以往 那个时候 对四企更加严格审查 吸引力的减少 和政府强制措施增多 使跨国企业的决策天称 对中国不利 尽管中国大陆 仍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自2021年以来 中国在台湾贸易中的份额 一直在稳步下降 21年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 相当于2084亿美元 约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 四分之一 到2023年 这些数字已经下降20% 至约1660亿美元 仅在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 相比之下 台湾与东南亚的贸易总额 从21年的1175亿美元 增至22年的1346亿美元 一年内增长的近10% 然后动不动就说什么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也比较显著的减少 好像意思就是说 台资企业走了 中国大陆就怎么样了 说什么台资的投资 才会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帮助 所以实在话 这个就跟郭台铭讲的那个话一样的 我养活了很多中国大陆的功能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 资本有他妈趋利避害的天性 如果在中国大陆他捞不到便宜 中国大陆成就不了他 他会来中国大陆吗 说白了 台湾这帮企业 他们的发展 就是得益于中国大陆 这几十年的经济腾飞 九十年代 一零年到二零年代 这三十年的经济腾飞 让台湾的企业真正的 做大做强 做起来了 只得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会台政策 你自己如果说是当年 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 而且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 对吧 你台资企业说白了 你根本就是被KO掉了 你他妈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 根本就是被打趴掉的 为什么香港跟台湾 还能到今天伊兰坚挺啊 那是因为有中国大陆 没有中国大陆 九七香港被打到地板上 索罗斯他们放空 他们港币 你知道那个时候被干得有多惨吗 日本都完蛋了 韩国也不用讲了 马来西亚 泰国 什么菲律宾 四小龙 四小虎 全都完蛋 只有台湾跟香港没有完蛋 原因是什么 依托中共 中共呀 就这么简单了 你去东南亚 我说过 你今天台资企业在中央大陆 是没有竞争力的 你台湾人开的电子厂 大陆人也可以开电子厂 大陆也有自己的电子厂 也有自己上来开电子厂 你台湾人开那种什么 轻工业的食品厂 福建那边也有很多食品厂 都可以替代的 没有任何 你有什么 你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对吧 你到东南亚去 不好意思 你在东南亚 你的这个 生产的成本 很 其实并不小 不要说老是讲什么廉价的劳动力 廉价的劳动力 对吧 你也知道中国大陆过去廉价的劳动力 他妈的 老你这个企业他妈的发展了 人家闭眼拨起三班岛 一个月就几千块钱工资 泄汉 泄汉工厂 台湾的企业 而且特别是泄汉工厂 富士康他妈十几年跳 这是假的 为什么有十几年跳 被他们台湾人给无情的给压榨 跟剥削 血与泪啊 你这种企业又没什么科技含量 不会就是组装厂 加工厂 拼街厂 有什么呢 对吧 你真正有含量的 有技术含量的 台积电 你是不会搬到大陆来 这个道理不就这么简单 所以别在这里再给台湾吹逼了 说什么疫情 什么清零 鬼里马的 但什么国家安全概念 对吧 你为什么要怕国家安全概念 你不是间谍 你不是特派员 你干嘛害怕这个东西 那德国的不是照样在中国扩大投资吗 他们想去印度投资 人家德国人根本就不敢去 那他妈杀出犯是敢去 你看有欧洲 有西方的企业到东南亚去投资吗 不要老是讲什么成本 什么低价的劳动力 你的东南亚 一会儿给你停电 一会儿路他妈坏了 瞧塌了 供人他妈上一天班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就这种状态 你企业其实在那边 并不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经营的得利 懂我这意思吧 所以说不要夸大台商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不要夸大台商对中国的恩赐 是中国大陆恩赐了你 而不是你恩赐了中国大陆 OK 搞搞清楚 2.8次 谢谢各位支持